下秋之江,湿热熏蒸,水气上腾,湿气最盛,所以说一年之中属下最多湿病,在我国不少地方,尤其湿南方,既炎热又多雨,导致空气中温度偏高,加上或因外伤裸露,或因寒出沾衣,或因湿水淋雨,或因居处湿润,以致感受湿邪而发病者尤其多。 一般来说,湿气为病,气湿,重,痣,粘,痣,病程较长,风湿缠杂,侵入肌肤在关节处形成的风湿病症往往重复发作,风湿正常见产物多成会灼不及之物,如皮肤病变的渗出物,湿热带下的分泌物,致您而心愁,湿的形成往往与地支湿气上征有关,故其伤人也多从下不开端, 临床所见湿疹,带下等症,往往都与湿血有关,为防湿血入体,上座六件事衣,应尽量避免,在潮湿的环境中强其工作和居住,二不要贪图粮上打地铺,三不要穿潮湿被干的衣物,四,运出汗后,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和头发,不要贪量洗冷水澡,五,醉穿天然纤维如棉麻,丝绸等质的的衣物, 尤其是内衣更要注意,不要穿紧身的,要清洗情换,湿热体质的人皮肤特别容易受到感染,六,房间应打开窗门以通风除湿,使用空调时不宜温度过低,建议再用空调的除湿功能, 多吃三种瓜冬瓜,护心,酱汁,防动脉硬化,冬瓜是饭桌上肠的菜品之一,它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,且善食纤维含量很高,使用可以降低胆固醇,降血脂,防止动脉中央硬化,十分受欢迎,三复天吃冬瓜,好处太多了, 有需要的朋友,一定要记得吃,丝瓜,护心血管,酱汁,抗癌防癌,丝瓜既可做蔬菜用又可做药用,丝瓜的药用价值很高,全身都可入药,因此也深受老百姓喜爱,这个三复天当然也不能错过,苦瓜,酱汁稳压,抗癌,生命腻,苦瓜的营养价值很高,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,矿物质,微量元素等,还含有多种氨基酸,以及果胶等营养成本,苦瓜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,却相当于白鞋的近三倍,苦瓜还有很高的药用质,具有抗肿瘤,酱汁,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功效,中医认为,苦瓜有解邪热,解老百,清晰明目的功效,对中暑发热,白热口渴, 食热力等都有防止作用,常饮一种茶蒲公英五芳草茶,原料,蒲公英根0.7克,吃小豆1.7克,一人0.7,具,带竹叶0.2克,五芳草0.1克,怀米0.1,具,碱石0.3克,绿茶0.2克为一代制票,每日一到两次, 蒲公英的主要功效为卸火湿,可以改善湿热所导致的恶心,蛇胎发黄的问题,对湿热引起的痘痛也有不错的效果, 现代人精神压力大,心气虚,意识不解,运动量少,皮湿失胜,去要去湿,又要补心, 还有健脾味,背影尼和赤小豆莫属,赤小豆清热戒毒,健脾异味,裂尿消肿,同气除烦, 但竹叶一样,实在于短纲目,但竹叶的裂尿作用较好, 一身湿泻热渐场,一人健脾异味,不费清热,驱风省湿,五芳草能散血消肿, 立场怀疑,几度通灵,怀米克凉血止血,清肝泻火, 减食能健脾趋湿,固肾止腺,茶不发酵,多种成分几乎都保留下来, 趋湿效果最佳,怀米克精热,凉血,尖肾水,无热搭配在一起趋湿效果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